多謝主席 主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是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 亦是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最核心的議題 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 一國兩制要行穩致遠 就要準確落實這個核心的要義 但是在以往,當中央依法行使它的權力的時候 很多反中亂港的分子就會煽動各類危言耸聽的言論 在泛政治化的社會氛圍之下 我們香港遲遲都不能夠就著23條去立法 國家安全長期處於一個不設防的狀態 2019年的顏色革命就暴露了香港在國安問題上的潛在風險 幸好我們中央及時出手制定港區國安法 為香港填補了長久以來的國安空白 實現了由亂到自的重大轉變 但是這個並不代表我們就不需要就著國家安全去立法 因為建立全面維護國家安全的機制和架構 是中央對香港的明確要求 這也是香港的憲制責任 民建聯的立場十分清晰 我們認為維護國家安全是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最關鍵的一環 必須立、盡快立是我們對基本法23條立法的堅定態度 而事實上即使經常詆毀抹黑我們23條立法的西方國家 他們自己都有多步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這個正正就好說明了 只有保障好國家安全 個人的權利、自由才有保障 投資營商的安全才有保障 社會繁榮才有保障 所以我們經歷過港版顏色革命和黑暴的香港市民 大家對此都有一個深刻的體會 今次特區政府提交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考量全面、條例清晰、細節到位 草案也充分地考慮了市民的意見 也參考了外國的法例 甚至是參考了那些經常對23條說三道四國家的法例 草案也考慮了香港近年處理危害國安案件的經驗 以及在複雜國際環境之下的國安風險 草案在細節上充分體現和尊重了對人權保障的原則 符合了相關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 草案也接納了議員和市民的意見 在國家秘密相關的罪行中加入了免責的條款 免責辯護的條款 對重大的公眾利益是有所保障 這個也體現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人權之間的平衡 民建聯認為條例草案是精準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行為 絕對是不會影響守法的市民和投資者 而且這個是有利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 維護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貿易中心地位的一條法例 在這次條例草案在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過程裡 我也留意到我們每一位參與審議的議員 他們的思慮都是非常周全 在超過四十小時的會議當中 提出了超過一千條的尖銳、務實和市民關注的問題 而這些問題政府的團隊也是非常準備充裕 回答清晰詳細 透過這個審議 其實是有效釋除了不同持份者對條例條文的質疑或疑問 也對惡意的抹黑和誤解作出了有力的澄清 主席,事隔了二十七年 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 今天在這裡得以履行 這是一個歷史的里程碑 我相信在座每一個議員都是為能夠參與這次立法的工作感到榮幸 也都是為可以參與審議工作而感到壓力重大、責任重大 立法的工作即將可以完成 將令一國兩制的落實 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有更堅實的基礎 香港的社會是可以更好聚焦發展 促進民生 為市民創造更大的福祉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代表民建聯支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和政府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多謝主席 選擇 警方 選擇 名民主席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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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